中朝争贯宝吉吉战家剧,金轩的争夺也很热闹,吴磊的第一位制备家哈维和伊哈洛追赏,但他的竞争对手远不止这两人,恒大双星塔利斯甲和宝利尼奥展现出强劲的进球实力, 只有四场比赛就杀进了射手榜的前二十,势头希蒙成为金轩的潜在竞争者,先看一下中超的最新射手榜,截止到第十六轮,中超有二十八名球员打进至少五球,吴磊、扎哈维和伊哈洛都是十三球,并列排在第一位,超过十球的还有巴坎布、阿奇姆彭和达尔德利,这其中,巴坎布曾有过连续九场进球的发挥, 但是,面对鲁能时被王大雷凌风,没能延续自己的进球记录,间歇期后,伊哈洛保持连续进球的势头,成为吴磊金轩的最大威胁,在亚太,伊哈洛是队长和头号射手,球队的战术也围绕他进行,进球效率也不错,对于吴磊来说,随着连赛的深入,他的进球效率在下降, 在对阵群警的比赛中,吴磊更是罚丢了点球,可以看出吴磊对金轩的渴望,要知道香港的点球一般,都是胡尔克·霍洛斯塔来主罚,吴磊很少去主罚,如今这种局面,吴磊还是对金轩有很大的期待,未来的比赛,香港的目标自然是冠军, 吴磊想要拿金轩,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,毕竟外援的追赶是头太猛,在射手榜,惠家康,高林,金进道,肖志,黄子昌也都有着不错的发挥,进球数超过五个,想必遗忘几个赛季,这样的本土射手发挥已经是有了明显提升,当然,外援依然是主宰,尤其是恒大双星宝利尼奥和塔利斯甲, 展现出强劲的势头,重返中超后,宝利尼奥从第二场比赛开始进球,最近两场都是没开二度,连续三场比赛进球,打进五球,身穿九号球衣的宝利尼奥,展现出一个射手的效率,不可阻挡,塔利斯甲同样是四场比赛有三场进球,第一场帽子洗把,第二场没开二度,第四场打进一球,塔利斯甲 已经有六个进球入掌,四场六球,可以看出塔利斯甲的强大攻击力,更恐怖的是,他和宝利尼奥激活了很大的进攻,个体带动整体,整体更加强大,那个体会更有威胁,两人如果延续这样的势头,竞争金靴真的很有可能。 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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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'day C吗 adalah tel?